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世封建朝代一直以秦朝为榜样,在他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改进,就像秦朝的秦始皇一样,虽然被后世皇帝称为暴君,但是在暗中大家还是以秦始皇为标榜,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更是建立了统一的货币制度以及度量衡,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交流。 为了抗战还修筑了长城,长城到如今也仍然是我国宝贵的遗产,在古代许多的君主都想要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秦始皇也如此。 那时他非常相信他在国内找寻到的一名道士徐福,这名道士也是秦始皇在第一次寻游中所了解到的,这名道士向秦始皇表示自己能够找寻到长生不老的方法,秦始皇也对他深信不疑, 最后还给了他一大笔钱,命其去找长生不老的药方的材料。 那时那位道士还告诉秦始皇,要想使自己长生不老,就要让自己修炼成仙人,这样不仅能够长寿,还能够驱出恶魔。 另外,还不能让那些恶魔知道自己的住处,这些说法在现在听来都是十分荒谬的,但当时秦始皇并不认为这位道士的说法荒唐。 之后,秦始皇为了不让道士口中所说的那些魔鬼得知自己的住处,于是又修建了许多宫殿并建桥,将这些宫殿连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片区域,时常更换地方安睡。 以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能不被魔鬼知道他住处的愿望,秦始皇修建的宫殿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之后,秦始皇为了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政治理想,还实行了严苛的政治,为了扩张疆土,他需要培育大量军队,而这些都需要金钱,因此他加重了百姓的税收,为了稳定国内的统治。 他还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在这种沉重的税收和严苛法律的限制下,百姓是受到了剥削,但却没有反抗的余地和能力,因此只能将怨恨埋藏在内心。 秦始皇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大一统和他们营氏政权的统治,不惜耗费中原数十万民力向北修建长城,更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调动几十万人为他修建厄旁宫和死后的陵墓。 实际上,秦始皇时期的一切行为都极大的损害了国家的实力,增大了老百姓的负担,让大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为何如此严苛的时代? 却没有一个人敢反呢,实际上许多研究秦代历史学的文史专家,在秦始皇五次东勋期间,就已经找到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秦始皇时期的关中地区,是以四个关口为界线形成的一个中央大平原地带,东边则是寒谷关,北边则是萧关,南边则是秦楚交界的饶关,西边则是陵西地带的陈仓关。 只有这四个关口掌握在了秦国的手中,才算是完全掌握了关中,也才能对整个天下形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就开始设置重兵在这四个关口把守。 所以在假议的过秦论之中,会说陈立兵已问谁和寒谷关以东的地区,通常被秦人称为关东地区。 而在秦始皇后期和秦二世初年的时候,整个六国反叛势力也大部分都是这关东地区为主。 秦始皇一直知道关东地区的六国就贵族,傅比之心不死。 所以在他在位的时候,五次巡游都主要是关东地区。 秦始皇外出巡游的目的其实十分简单,早已在实际之中就已经严明,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是将威以赴海内。 这句话用白话文说,就是展示自己的帝王之威,让天下人臣服。 因为当时秦朝还是处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交替的时代,各个地方交通都不发达,朝廷的文书和势力也不足以影响地方,很多底层连国家和天变了都不知道。 秦始皇巡游之所以外出天下,也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东出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似乎只是两个字的事情,但这那个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飞机轮船的时代,就是一件难比登天的事情。 新秦时期的交通网络十分简陋,基本上只是在各个郡城与国都之间拥有比较宽广的路。 秦始皇帝为了自己的东出下令,让全国各个县城之间都要修建一条宽达七丈的秦植道。 秦朝时期的秦植道是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就像一个棋盘上的辐射网络一样,往整个天下四方弥漫开来。 这种秦植道的开辟必须要求路面达到规模程度的硬化。 不许生长野树和杂草,沿途每隔30里或者50里路必须设置一个驿站,驿站之中要设置管辖人员来为沿途流动的官员提供住宿和吃食,中间也会备用一些换洗的衣物和马匹。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社会之中高速公路和加油站便利店的一个鼻祖。 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进行了第一次东巡,选择了隆西作为出巡的第一站。 这个地方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叛乱频繁的地区,秦始皇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第一站,目的就是用自己的威严和壮举来震慑这些游牧民族。 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秦始皇在出巡时带上大量的士兵,显示了他的武力和统治的力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威严和实力,让这些游牧民族明白。 挑战秦朝统治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他的举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使这些游牧民族暂时止住了叛乱的念头。 此外,秦始皇在出巡的途中,亲自巡视军队和农田。 了解民生状况,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他给予军队和农民丰厚的奖赏和福利,增加了人民对他的支持和信任,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他的亲民举措和威武震慑共同作用,促使游牧民族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 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进行了第二次东巡,这次东巡的路程非常遥远,从咸阳一直向东出发,直到山东半岛的最东端。 途中他还在泰山进行了一次风扇,向天地神明祭拜,以祈求国泰弥安和国家长治久安。 这次东巡的目的是要巩固统一。 在这个时候,六国的后人仍然存在,并且布满秦朝的统治。 反叛的念头是有发生,秦始皇到达山东后,亲自检阅了六国后人的居住地,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 秦始皇到达山东后,并没有因为地方上的反抗而停下脚步,反而选择了继续前行。 这一举动显示了秦始皇无畏的勇气和决心,使六国后人明白,挑战秦朝统治的结果将是毁灭性的。 不过,这次东巡的路程并不顺利,秦始皇面临着逢大风,水不饿,甚至风雨暴质,修于树下的困境。 这些困难虽然不可避免,但秦始皇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选择继续前行,不畏艰险,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他的英勇和坚定的决心。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进行了第三次东巡,虽然这次出巡的路径和前两次不同, 但终点站却是同一个地方,然而,不幸的是,在这次出巡中,秦始皇遭遇了刺杀的袭击,但并未成功。 秦始皇在被刺杀后立背纪念,以告诉后人,他们无法打败他。 这次刺杀事件使得秦始皇更加警觉,加强了他对安全的重视,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第四次东巡发生在公元前216年,这次主要巡视的地区是北方地区,也就是以前的燕国齐国之地,这次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六国后人,而是为了匈奴。 那时的匈奴正处于顶峰状态,有几十万部队一直在边境作乱,后来当秦始皇带着30万大军来到匈奴的地区后,极大震慑了匈奴。 也正是在这次巡视后,秦始皇为了更好的抵御匈奴,下令修建长城,第五次东巡发生在公元前210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巡视,这一次的巡视目的,和第二次第三次是类似的。 也是为了六国后人,那时经过多次的巡视,地方已经稳固了起来,但不幸的是,同年八月,秦始皇在途中病逝,而且病逝前并没有立下继承者,这就给了赵高滞留机会,最终胡亥成为了新的皇帝,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五次东巡。 意义无疑是巨大的,那时的天下虽然统一,但六国贵族的势力并没有消失,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复国,秦始皇此举,让很多人都死心了,从此不再谈复国的事,但可惜的是,胡亥成为新皇帝后,开始胡乱执政,这让六国贵族又看到了机会,最后在多年的战争之下,开创了大一统的秦朝, 彻底成为了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经验教训。 综上所说,秦始皇在任期间无人造反的原因之一是,他通过五次巡游,震慑了那些有叛乱之心的匈奴,以及六国后人,所以秦始皇一生中的那五次东巡作用还是颇大的。 另外,秦始皇的巡游除了震慑作用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如推动了交通的发展,秦始皇在巡游期间,为了交通方面同时加强对各地的控制,而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交通网的形成, 这交通网也将全国各地更加便利地连接起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交通的发展。 秦始皇在巡游中也立下了不少碑文,这种文字也是秦国的官方文字,其中文艺主要表示了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只有一个国家统一的社会才能长久地安定。 多国共存的现象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因此此后历代王朝也一直渴求大一统的国家政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始皇东巡有利于促进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内多民族对整个国家的认可感,还是颇有历史意义的。